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位是香港中文大学外科学系上消化道外科赵伟仁教授 题目是胃食道反流治疗的新进展 以及第四位香港中文大学外科学系结直腸外科吴兆文教授 题目是机器人结腸手术的最新进展 将时间交给两位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好 欢迎大家今早参加韩申博士医疗辟石 辟展基金会 医学研讨会 我很荣幸在这里和吴教授同台 吴教授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结腸科的专家 稍后我们也有机会欣赏他的精彩的演讲 所以我现在就不详尽介绍一下吴教授了 我们因为时间的紧逼 我们今天上午的过程都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去几个话题了 我们希望每个讲者都可以在三十分钟内 讲完他们的课程 然后四位讲完之后 我们就留一个时段 就是可以邀请四位再上来 然后就给台下的各位的医生同道 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讲者 是Professor Wang 王国 憲教授 他是台北医学院的 Chief在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他是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 他除了在台湾受训之外 他也都在美国加州 UCSF受训过的 他在台湾除了是个Bord 也都在国际的不同的皮肤科的Bord 都是有Bord Member 他也都在著名的各国的皮肤科的杂志 都是有Editorial World Editor 他发表的文章也都是很丰富 他今天的主题都是讲 今天的主题就是讲 Recent Ev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Psoriasis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题目 所以我们首先请一下Professor Wang 感谢霍教授 吴教授和吴教授的介绍 那会主席 各位嘉宾 各位医师 各位先进同好 很抱歉 我不会讲广东话 所以我必须要用国语普通话 来报告我的内容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皮肤科王医师 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肝险 这个因血病 我们在台湾叫做肝险 这个疾病的治疗的最新的进展 我们的agenda今天的话 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因为在座有很多不适的皮肤科医师 那我会先介绍一下这个肝险 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个clinical presentation 它的这个表现 还有它的各种type 是什么样子 还有它的这个 病因上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包括它的这个 致病的一些mechanism 那另外我会提到这个肝险 其实它是一个systemic disease 所以它跟一些内科的疾病 还有一些精神科的疾病 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 那最后我会提到它的治疗 也就是我们的重点 那包括各种外用药的治疗 口服药的治疗 光照的治疗 以及最新的这个biologics的治疗方式 那这个肝险 我们在台湾叫做肝险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 就广称为这个银血病 这个名称其实是比较精准的 因为它的这个表现上 就是有很多银白色的这个皮血 会脱落很厚 那这肝险这个名称呢 如果在台湾的话 会常常被误认为其他的病 叫做这个 比如说身体的这个fungus infection 我们也叫做险 那所以有些人会认为 这个是一种霉菌感染 事实上不是 那肝险跟这个牛皮险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疾病 那这个Lichen simplex chronicus 这个是一种很慢性的这个 Eczema 是一个湿疹 慢性的湿疹 那羽林险也是有这个险字 所以也常常被混 搞混 所以 但是羽林险是一个叫做 Echthiosis的一个疾病 它是一种遗传性的一种 角质的这个不正常的堆积造成的一个疾病 事实上肝险它是一个autoimmune的一个疾病 那它跟我们的T细胞有关系 那目前没有什么方法可以cure这个疾病 不能够去治愈它 那在population的话 全世界来看 百分之0.3到1.5的这个population 会有这样的肝险 那在不同的种族有不一样的比率 在亚洲是比较低一点点 大概0.3到0.5 那在欧美是高一点点 大概1.0到1.5% 那肝险在外观上看起来就是会有很多这种 红色的这个斑块 那上面有一些银白色的脱屑 那脱屑多的时候 这个病人整个人 它的床上啊 家中的地板上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屑屑 包括头皮上掉下来的屑屑 那这个症状也可能会很痒 那它这个 这个红块下面的话 会有一些初血点 很多血管的扩张增生 所以如果去cure它的话 会有很多小初血点 那它这个病灶通常都是 跟这个正常的皮肤周围是很 界线很清楚的 还有我们去抓它的话 它这个外伤的地方 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肝险 那在身上来讲 它每个部位 它发生肝险的这个 几率不太相等 像在头皮上的话 是最多的 最常见 所以大部分的人肝险 在头皮上都是会有的 那接下来是四肢 躯干啊 背部啊 指甲 还有关节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会有一些肝险的关节炎 那脸上还蛮好 所以不会到脸上 很少到脸上来 那这是肝险在头皮上的症状 那它整个这个脱血跟这个红块 可以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厉害 那它在影响在指甲上面的话 也会产生一些病变 所以指甲上主要的病变是凹洞 这些pitting 这个pitting呢 加上一些颜色改变 还有一些 这个指甲床的分离 ornycolysis 那这些都是肝险的指甲的变化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 会把这个病跟这个灰指甲 就是ornycomycosis 做一个differential diagnosis 那这个时候要做一些检查 fungus的检查 那刚刚提到过肝险病 不是一个curable disease 它目前来讲 并没有很好的这个 可以完全的治愈的药物 不过可以很有效的治疗它 那这种治疗 如果好好的加上保养的话 可以让病人可以保持一个非常disease free的时间 那肝险在临床上还有很多不同的type 包括这个 第一个最常见的这个plague type 这个形式是最常发生的 这个在头皮、耳朵、手肘、膝盖 这些地方都会看见这种type 这个是plague type的这个soriasis 在elbow 在这个手肘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它通常是对称性的 symmetric 那第二个 这种比较小颗的 这个叫做水滴状的肝险 那这个也是会看到 比较常发生在感冒 上呼吸到感染以后 那这个大概每个病灶大概一公分左右 那有可能也会慢慢的变大 或者是消退 那有时候这样的病人 他也会转变成这个plague type的soriasis 那这个就是gutted psoriasis 我们叫做水滴状的肝险 是比较小的 那第三种形式它是叫做 generalized postular psoriasis 那它比较不常发生 大概2%以下 但是它痛到比较严重 所以会有病人的这个比较疼痛 而且会扩散 甚至会出现一些发烧 这个就是pustular psoriasis 那这些pustules 可以整个都合在一起 变成比较大的一个pustular lake 那这些pustules里面 不是有细菌的 没有细菌 sterile 所以这个做一些bacterial culture 是看不到细菌的 那第四种叫做红皮症 Evithrodermic psoriasis 那这个也不是很常见 不过它也蛮严重的 算是这个肝险的这个急症 因为它全身上的全90%的area 都会被肝险所involved 会发红脱皮 像这个样子 整片的肝险 那这样的病人通常是需要住院治疗 那最后一种我们叫做palmoplantar psoriasis 这个是指在手掌跟脚掌上面 出现的肝险 那它也会有一些pustules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palmoplantar pustular psoriasis 那这也可以持续好几点 这样的手掌脚掌的这个pustules 那有一部分的肝险的病人 大概30%左右 它会有这个arthritis 那这个通常发生在这个肌腱 韧带的这些关节的地方 那会产生一些关节疼痛 如果发生在spine 这个axial的spine的话 可能会产生很像这个spondyloarthritis的这个症状 那病人的活动力 包括他这个运动能力 走路都可能会稍微受到影响 甚至会非常的disability 那在这个它可以分成几种 一个是周边型的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这个脊椎型的 或者是肌腱型的 那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周边 包括这个手脚啊肩膀还有臀部 那axial型的话就会比较像这个spondyloarthritis 那肝险的这个pathogenesis 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刚刚提过它跟这个T cell有关系 我们正常的T细胞在经过 这些pathogen 包括病毒或者细菌的刺激之后 会启动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去保护我们的身体 免于这个受到这些pathogen的侵犯 但是在这个肝险的病人 他的这个身体的T细胞是 会发生一些不正常的kemokine 跟cylokine 那这个进而产生这个病人的这个血管增生 然后皮肤的这个代谢变得很快 通常我们一个表皮到这个 从最底部到最表面的角质层 大概需要28天 那肝险的病人因为它 这个过度的hyperproliferation 所以它可能4到5天 它就从底部长到外面来了 那这个就是肝险的一个vicious cycle 就是肝险经过environment 一些stress 還有一些pathogen的trigger 加上病人的本身的这个 疑传的基因 genotype 目前已经identify很多这种基因 跟肝险的这个遗传有关系 那这两个因素trigger之后呢 这些stressed cells就会开始刺激这个dendritic cell 去分化变成这个dermodendrocyte 然后它会进而去刺激这个我们的这个T cell 经过这个IL12 IL23 就是interleukin 来使这个T细胞走这个T helper1 跟T helper17的这个pathway 然后藉由这些T helper1-17的这个分泌 这个interferon 还有TENFα 还有这个chemokines 然后接着去去把这个脚皮 产生这个变后 还有血管增生的一个现象 那接下来是这个也会反过来 再刺激它们这个原来的这个T helper1-17的细胞 所以会变成一个连续的循环 变成不能够stop 那所以这个家族如果有遗传性的这个肝型的体质 那它得到肝型的这个机会就会比较大 这是genetics 那男女比例的均等 那各个年龄都有可能 那男性大概是第一次发生大概是20到30岁的 那女性的话大概在青春期怀孕结束 还有这个更年期 那其他的这个environment 还有这个stress的这些factors 包括喉咙发炎 像这个streptococcus 还有stress 还有这个emulsion 晒伤 某些药物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beta blocker 就是高血压的药物 或者是理炎 精神科的药物 都有可能会再刺激肝型的发生 还有一些酒精也会 那这个肝型它其实 它并不是在皮肤上 还有关节上有发炎 它还会有associate很多这个cardiovascular的一些risk 那根据最近很多的publication发现 得到肝型的人有这个 这些cardiovascular disease 包括这个ami acute myocardial infection 就是心肌梗塞 还有这个中风 还有这个糖尿病 这三个 还有hyperlipidemia 就是高血脂症 这样这些这样的risk 通通都增加 那这些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肝型的病人 他身体有这种persistent inflammation 就是不断地在这个皮肤上还有血管里面 都有一些发炎的反应 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统计 发现它跟这个包括diabetes crown disease 还有这个long的问题 COPD 还有GI的问题 还有这个精神科的问题 包括anxiety depression 还有sleep disorder 都有显著的这个association 所以这个肝型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个chronic inflammation 还有这些T-Helper-1 T-Helper-17的response 都跟这个 Atherosclerosis 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基转是一致的 当然他们有个别不同的基转 但是他们在这部分的基转 血管内皮的功能不良 包括这个血管增生 metabolic process 还有oxidative stress 一些common的gene 都是一致的 那有其他的study也发现在 轻度的稍微轻度一点的肝癬的病人 只需要照光治疗的人 他的这个体重呢 会比这个需要严重到systemic disease systemic treatment的病人 他的这个体重呢 显著来讲是 这个overweight跟obesity的人 在严重肝癬的人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个 这个同一个作者的研究也发现 就是肝癬的严重度 跟他的这个体重有明显的正相关 而且跟这个insulin的resistance 也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这个soriatic march 就是这个肝癬的一个进行曲 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从这个 一个systemic inflammation 开始这个induce 一个insulin的resistance 然后接下来这个血管内皮的 这个不正常 产生这个动脉的周壮硬化 那最后产生这个 myocardial infection risk 所以这整个都是因为这个肝癬 跟这个病人的obesity 这两个因素造成的 这个临串的一个march 一个cascade 那这个治疗帐呢 我们传统上 以前认为这个肝癬 只是一个skin disease 所以最早期 只有一些topical therapy 那后来发现这个 这个UV 这个紫外光 对它有很明显的效果 因为UV是一种这个 免疫的调节 免疫的immunosepressive 的一个model 那对它的效果 也发现是非常的不错 那比较严重的肝癬 我们就会用systemic 包括口服的药物来治疗 那最近的发现是 很多这个生物的质剂 是可以应用在这个肝癬上面 那这个topical therapy呢 有包括这些 包括一些乳液 还有一些去角质 等等的产品 那包括这个steroids 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 但是它的面积度很大的话 也要担心它的副作用 还有vitamin D的analogues Retinoids A酸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分子的物质 那phototherapy 主要是UVB跟UVA 那systemic therapy 包括这个 最常用的是这三个 Retinoids Methotrexate 跟这个cyclosporin 那最后就是biologics 那这个是外用的这个肝癬的治疗药物 包括这些 这是我们在台湾用到的一些商品 那在照光上 那在照光上 病人必须要进到一个这个chamber 这个里面是很多这个灯管 这是可以释放出这个narrowband UVB 那目前认为这个narrowband UVB 是最有效的一种 那个UV的治疗 比这个UVA的效果更好 那病人在治疗个大概十次 六到十次左右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control 但是继续要maintain 那在systemic therapy上面 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study发现 包括这个Methotrexate Cyclosporin Acetrating 这些都是level 2以上的这个evidence 那另外还有一些fumaric acid Lephulamide 还有Safasalazine Tacolimus 这些药都是免疫调节剂 那比较常用的还是前面三个治疗 这个就是Retinoids Rethotrexate 这个低剂量的治疗 因为它的高剂量是用来治疗癌症的 那Cyclosporin 也是一个免疫调节剂 是用来治疗这个移植的病人 但是它在干险的病人上 可以应用在抑制这个T细胞 那当然相对的这些效果都不是完全的 所以当这个病人的面积太大的时候 那或者是它对这个照光治疗效果 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用到这个 这三个治疗 那还有它的这个 有些地方它是 Palm and Soul 非常的難 Recalcitrant 我们也会用到这种Systemic Therapy 那虽然它的面积是不大 但是如果它的手掌脚掌 是非常难以治疗的 包括有些人在头皮上也是很难以治疗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Systemic Therapy 那除了这个面积跟这个特殊的部位之外 有时候病人是这个Postular Psoriasis 或者是红皮症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全身性的治疗 还有它的关节炎 也是必须要用到Systemic Therapy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面积 包括Posti Score DLQI这个Score 还有BSA这个area 如果大于10%的话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Systemic Therapy 这是我们在治疗肝型的时候 去计算它的这个严重度 用的这个Posti Score 还有就是DLQI的这个Score 那即使用到Systemic Therapy 还是有一些副作用跟这个Limitation 那病人在吃药或是说照光的话 都是需要长期的 甚至每天每周的治疗 那在这个 因为肝险这个最近的免疫学的进展 所以对它的很多的激转的更了解 这个结果呢 就衍生出这个生物致剂的这种治疗 这样的治疗是病人只要在家里 再打一个针 就像有点像打糖尿病的针 打在皮下 那这个剂量的打法 通常有的是一周打两次 有的是两周打一次 有的甚至一个月只要打一次 甚至最新的有三个月打一次 它的这个frequency越来越少 那不同的品牌 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搭法 那这个在肝险的激转里面 我们再稍微再简单再看一次 这个 因为这个 T-cell跟这个dendritic cell 这个作用之后 产生这个 IL-12-23 然后TNF-α IL-17 然后这个 Kemokine Vicious Cycle 这里面每一个step 都可以在这个肝险的生物致剂上 做这个target 所以目前已经发展出在 T-cell跟这个dendritic cell里面的 这个 这个binding marker的这个target 可以把它block 然后这个IL-12-23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block 这个TNF-α 这个地方也可以block IL-17 这里也可以block 所以目前这些biologics就是在 用来阻断这个 免疫上的这个vicious cycle 那这个是 这些 engineered antibody 它的这个 不同的构造 那有的是从这个 老鼠 combine 这个human 那有的是这个叫做 humanized antibody 那有一些是 fully human的这个 antibody 它的取名的名称就不太一样 像这个叫做infliximab 有XI 那这个是 这个humanized 叫做zumab 然后这个是humanized 那human的话是 umab 像这个adalimumab 还有lustakinumab 那有些是fusion protein 这个是叫sept 就是像intenersept 那它们的target都不太一样 像这个ifalizumab 它这个就是 就是block这个t-cell 跟这个dendritic cell 中间的这些binding的这个marker 像这个它是block这个lfa1 把它 把它 用altoantibody把它 把它 block起来 那 allifacept 它是去binding这个cd2 这个t-cell上的marker 那 另外 也有这个binding在这个tnf-alpha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的这个antibody 包括这个infliximab adalimumab 还有这个eternsept 那 刚刚有提到就是l12跟23 也是它的这个target 那这个里面的药就是像这个eustakinumab 那这是eustakinumab 它的这个binding的一些示意图 它是binding在一个p40的这个molecule 那这个p40是同时是il12跟23的一个共同的一个marker 一个molecule 这个在naivet-cell就是dendritic cells去刺激之后 它会变成t-helper1跟t-helper17 那 那这个中间呢 需要l12跟23 那这个antibody就可以去block这两个东西 让这个t-helper1和helper17的这个后续的发炎反应不会发生 那这个是我们病人用来 用这个eustakinumab 来治疗这个肝癌的一个效果 他发现它这种药是一种很dramatic的一个response 病人大概每个月打了一次针 打了两次针之后 它的这个passive score就可以 从38.1降到这个11.6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显著 那病人也不需要照光 也不需要吃药 也不需要擦药 那对病人的这个生活品质上改善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是不同的生物刺激它的这个immunogenicity 那有些是在这个fcplumb的这个位置 那有些是在这个尾端 它们的immunogenicity不太一样 也会造成这个身体也会产生的这种neutralizing antibody的这个结果也不一样 通常这个班尼在比较里面的它 我们身体去对抗这个药的这个antibody 产生的机会会会比较低 但是如果在比较外面一点 我们身体也会去对这个药产生这个secondary的antibody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这个生物剂激的效果变得比较差一点 那这个是在治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improvement 可以从12周到24周可以continuous的improvement 这是etinocept anti-TNF-alpha inhibitor 那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ustakinumab 就是anti-IL-12跟23 他们的safety issue的话 这些生物剂激他们的这个 有报告过的一些safety issue主要是infection infection的机会 特别在我们的亚洲人在台湾的话 像TB 还有这个hepatitis B是我们主要的关系 因为这个抑制这个T cell跟它的这个interleukin的话 有一些对这个细菌的这个免疫力也会下降 那有很少数的病人会产生一些skin cancer 甚至有很少数产生breast cancer的机会 不过这个报告数是非常的低的 那在ustakinumab 也有一些相关的infections 还有一些skin cancer的发生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TNF-alpha inhibitor 它对这个CV的risk 事实上是可以降低的 就是有做这个TNF-alpha治疗的人 他的这个cardiovascular的risk 是比没有打这个生物质激 TNF-alpha inhibitor的病人 他的这个机会是降低的 所以打这个药的话 事实上对这个marycotic infection 事实上是有更好的保护的效果 那最新的这个JAC inhibitor呢 也是一个新的这个生物质激 不过它的这个mechanism就不太一样 它是focus在这个intracellular的signal pathway 因为其他的这些生物质激 因为其他的这些生物质激 都是focus在这个cell跟cell之间的 Kemokine或者是cylokines 包括TNF-alpha 还有这个interleukins 那这个药呢 它是直接在binding之后 在细胞内的这个signal pathway signal transduction 那这个这个药就是去抑制这个 我们的genus kinase 那这个是在intracellular 一个signal transduction 所需要的一个protein 这个JAC就是在细胞膜里面 这个药可以去binding这个地方 让它不会去作用 产生细胞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分化 所以包括这些相关的interleukins 都可以被这个JAC inhibitor所block 那目前最新的这个 两种新的这个药 现在还在Phase 2到Phase 3的trial 包括这个Tesocytinab 还有Ruxolitib 这些药目前还在这个Phase 2左右的study 它们就是去block这个JAC 这个passway 因为这些interleukins 刚刚提到的包括interferon Alpha IL-12 IL-23 甚至IL-20 21 17 都会走这个细胞内这个signal transduction JAC pathway 所以它可以block这么多的这个地方 所以看起来它是一个很好的potential的 很有effective的一个药物 那进一步就可以阻止这个Curatinocyte 或者是JAC inhibitor 甚至有一些是topical的也可以用来做进一步的改良 作为新的这个治疗 所以在这个治疗这个肝型来讲 是一个并不只是一个皮肤上的治疗 它同时因为它的commonability 可以同时藉由治疗来改善 包括它的MIA的risk 还有我们在治疗中间也要跟很多不同的专科的医师来做合作 如果病人如果有obesity这样的病人的话 我们可能要refer他做这个DM 还有hyperlipidemia 还有他的这个GI 像Gastroenteric reflux disease 也会有增加的机会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depression 都是相关的 跟这个肝血是相关的 所以在这个看到肝血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要做这个early的这个commonability detection 然后进一步去介入它 早期的去治疗它 那多科的去合作 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病人做一个全部的治疗 得到最好的改善 而且prevent 之后的这个副作用的发生 还有它的这个全身性的damage 那我们的最后就是 结论就是这个最近在这个生物质迹上的这个发展 把这个肝癫soriasis的治疗带到一个很新的境界 那这样的病人 他可以免除这些照光 或者是吃药擦药的这个 这些burden 他可以不用吃了那么多的药 而且不需要每天擦很多的药 然后或者是到医院去照光 那而且目前有很多新的generation的这个biological 正在发展 我们可以预期 这些pipeline有些效果应该会不错 那会有更好的这个注射或是口服的药物 那在治疗这些肝癫 使用生物质迹的时候 我们要担心 要还是要注意这个risk 包括这个TB Hepatitis B 还有其他的infection 甚至有一些rare skin cancer Lymphoma的机会 那目前这些肝癫的生物质的治疗 还是非常的贵 这也是未来能够再努力 在更多的生物质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下降了一点这个cost 那这些治疗在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会有没有效的时间 因为会有一些比如说auto antibody 去产生neutralizing antibody的效果 所以病人在打完这个疗程 过了半年到一年 甚至有时候会长一点一年半 还是会反复的发作 那更久这个效果的药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研发 让病人得到更长的这个disease free的这个period 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好 谢谢各位